不予汉父私守 老荣民88岁休妻 云林88岁老荣民朱树淮 昨天向苹果大吐苦水 控诉结婚42年的73岁妻子林金芝 长期对她家暴 脑袋里只想着钱 还骂她滚回大陆去死 她说妻子比老公还厉害 怕早晚被她打死 上月向法院诉请离婚 老荣民说汉妻多次为了抢她的钱 累她脖子将她打到手骨折 四处翻墙倒柜 看到钱就没收 更以她死后 可领退休凤半心为由呛下 快点去死 老荣民曾被汉妻在路上追打 逼不得已 只得暂住旅社避难 她今年申请加暴令获准 妻子却照样拿扫把追打 拿水桶砸 不过汉妻开庭时却辩称 老荣民外头养小三 开出离婚条件 我不离婚 除非给我两千万 汉妻说 虽然打断扫把柄 但没打到老荣民 法官认定 两人婚姻已无互信基础 妻子要负较多责任 上月判准两人离婚 老荣民终于解脱 还将痛苦的婚姻过程写成书分赠亲友 她说现在宁可孤单终老 也不愿与汉妻厮守 被控施暴的汉妻 现在则搬到桃园和儿子同住 动新闻云林报导